警方将装着衬衫的礼盒拆解开来 再用菜刀将礼盒底部的瓦刃板切开 从瓦刃板缝隙刀出白色的粉末 就是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日前接获勤资 有包裹以衬衫礼盒为品项 但衬衫并非名牌 却大费周章从国外寄出 让警方觉得极为可疑 这个绒布盒 这个要拆解 整个包裹要拆解派 我们也花了相当的功夫 才把它拆解开来 那我们是发觉说 它礼盒周边的材质跟底部的材质不同 而且重量都在底部 所以我们才会决定来拆解这个礼盒 而且它黏得非常实 一定要破坏这个礼盒的本体 才有办法拆出来 好 看到这切开来之后 这个毒品就不断地从瓦刃板的缝隙里面倒出来 短暗 我们是在9月初 我们接获线报指出 有这个护法的跨国运毒集团 企图以这个衬衫包裹 衬衫礼盒的包装 从国外邮寄毒品进入国内 掌握消息之后 我们立即跟官务署还合作 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之后 找出一个从德国 直到国内的衬衫礼盒 非常可疑 因为这个衬衫的价值不高 却远从德国坐飞机来台 显不符合昌理 那于是我们就开箱检验 才发现这个跨国运毒集团 他的手法非常的精细 他将相关的凯他命毒品 磨成细粉末之后 那装入礼盒底部的瓦嫩板 他把瓦嫩板切开之后 将粉末填入 然后再缝合 那上面再贴绒布 等于说外观看起来 都是一个完整的礼盒 那气毒啊 这个干扰还有防止警方发现 那磨膏一指道告一丈 我们警方发现这个包裹之后 立即将这个包裹拆解 果然在他底部的瓦嫩板 那起租了相关的毒品 总共是第三级的毒品 凯他命共3012公克 那市价高达460几万 那有查获这些毒品之后 我们就准备要来抓换钱 那在派送过程中 其实啊 这些国内的接货集团 接货的不法集团 也是在跟警方斗志 我们先预设在 新庄地区本来要派送 没想到啊 这个国内的不法集团 他运用啊 我们时下多元计程车的多元服务 就是我们代客送货的服务 由不知情的计程车啊 出面来领取啊 该批独油包 而且啊 不断的变更 这个寄送地点 意图摆脱警方的警力部署 还有跟踪哦 那索性啊 我们后面还是掌握先机哦 知道该批包裹即将在台北市万华区西原路一带 来交货 我们有火速啊 会同台北市的警方 最后在西原路啊 即时拦截到 这批 四百六十几万的毒品哦 那由于他这个家常手法哦 比较特殊 而且是国内首件哦 那显为啊 这个国际运毒集团啊 所研发出的这个运毒手法 所以我们警方非常重视哦 那我们也调查发现哦 那这群在国内收获的不法集团哦 是我们国内啊 旺华地居的老角头哦 那我们发现啊 这些角头啊 为了要牟利啊 也跟国外的这些制毒集团 还有运毒集团来做挂钩啊 来谋取暴力 而且他会啊 应对国外啊 跟国内相关法令的不同啊 来谋取暴力哦 比如说他凯他命在比利时 在荷兰是合法的 在国内却是三级毒品 他价差是高达三十倍以上哦 借此来谋取暴力 那我们啊 索性在关口啊 就拦截到这批毒品哦 也防止啊 这批毒品啊 在国内啊 销售来毒害我们民众哦 警方逐一简开礼盒 共起初高程度至凯他命 共三千零九十二公克 由于黑帮集团会利用各国 与我国管制法令的差异 自相关高风险国家 夹长毒品包裹进入本国 警方也将持续展现茶器毒品 打击黑帮犯罪集团之决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区别再继续展现茶器宝 向前进入本国家 黑帮大家 谢谢观看